字笛 年兽往这个方向去了 但是离开的时间比较长 无法决定具体的位置 那个方向 还好像是西红柿圆 没错 年兽要继续寻找食物补充能量 就一定不会放过西红柿 力春力春 我们找到年兽的踪迹了 西红柿园 知道了 我们各自出发 在西红柿园会合 老大 肚子露出来了 老大 屁股露出来了 老大 肚子饿了 废话 它叫得这么大声 我又没有龙 西红柿 你在哪儿啊 别提西红柿了 我们都迷路三天了 什么时候才能到西红柿园啊 我去摘点西红柿 今天晚上 做个西红柿汤 这个可以有 原来这里 离西红柿远不远了 太好了 跟着他们 就知道西红柿在哪儿了 我要大吃一顿 补充能量 节气 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祖先 就是按照节气变化来进行耕种的 比如说盲种 就是有盲的作物 在此时可以开始种植的意思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我们来了 现在我们跟年兽的距离应该很近了 但我还是感应不到它的气息 我们分头去找 把它揪出来 等等我 一定是地兽躲在里面 猎羊 什么味道 好香啊 这不是地兽 是农民伯伯撞的红薯 那既然已经烤熟了 不能浪费食物 我们把它吃掉吧 回头我帮农民伯伯干活 地兽你看 这像不像是天兽的羽毛 颜色很像 但是好像比天兽的羽毛短一些 我能肯定 年兽一定在附近 而且它找到了美食 我感觉到它的能量正在变强 快跟上 能量 我闻到了能量的味道 老大 等等我们 红色 又是红色 老大 我早有准备 戴上这个眼罩 就看不到红色了 美味的西红柿 我来了 老大 老大 我们来喂你吃 嗯 啊 年兽 年兽一定就在里面 不能冲动 看样子 看样子 年兽已经吃了很多食物 恢复了不少力量 我们现在冲进去不是它的对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年兽戴着一副眼罩 我也看到了 西红柿是红色的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他的眼罩摘下来 他一定不敢睁眼 嗯 太好了 就这么办 嗯 我们先把天兽和地兽引开 再去取年兽的眼罩 李东 你得在门口拦住他 嗯 他不敢睁眼 再不上就错过机会了 哎 喂 喂 真是个急性子 开始行动 嗯 李东 你专心施法 我们来保护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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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哼 我来喂你西红柿 哼 哼 哼 红色 哼 哼 哼 你不是想吃西红柿吗 快过来吃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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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动质交给我们 你快去拦住年兽 不好 我们中了吊狐狸山之计 快回去 现在回去 已经晚了 看我的 我们陪你俩玩个够 剩下的就给老大收拾 东藏下掌 姐姐加油 太慢了 我来拖住他 你继续释放技能 就凭你也想拖住我 不行 现在的年兽太强了 不知道立春和立秋那边怎么样了 别管他们 拦住年兽要紧 猎羊 没打中 尝尝我的厉害吧 东藏 正脚 齐弱 你是拦不住我的 快把纸箱举起来 用红色的一面朝着年兽 可恶的红色 一行欢迎 天兽和地兽这两个家伙 跑哪儿去了 老大 我们为你摘西红柿去了 吃了这些西红柿 老大就能恢复能量了 快拿走 好吃 东智没事吧 放心 他只是睡着了 太阳一落山 他就会呼呼大睡 雷都打不响 幸好不是晚上碰到年兽 东智 东智 宋 朱书珍 黄中印绿好风碎 阴浮阳生 书记回 回影便宜长治日 梅花仙衬 小寒开 东智的时候 北方许多地区有吃饺子 喝羊肉汤的习俗 传说东智这天 医生张仲景曾制作驱寒椒耳汤 为乡民们驱寒治病 后来 每逢冬至 人们便仿照椒耳 制作一种食物来纪念张仲景 这种食物就是饺子 不过南方一些地区 冬至这天 则是要围坐在一起吃汤圆 汤圆既表示太阳重新升起 也象征着团圆 还有吃了汤圆大一碎的说法 我是冬至精灵 大家千万别忘了我哟 再见